睡了一宿啊 这边这个酒店的那个床板 还是稍微有点硬啊 睡一夜里边还是醒了两回 然后那个待会儿我们去那个吃那个酒店的早餐 看看两百多块钱一天 然后再送早餐是什么 什么品质啊 这边是煮面 然后这边是凉菜 热菜 鸡蛋山有 然后这有包子 这是什么 然后油条蛋糕水果 油奶啊行我觉得 我觉得不错啊 然后这还有煮面煮面 要两碗面 然后早餐那菜啊 我觉得可以了 好早餐好了 好我们今天现在又出发了 我们今天准备开车两百六十六公里啊 到那个西江的苗寨 在苗寨住一天啊 然后在遵义昨天就住了一天 然后我们其实就是去了一下那个遵义会议那个遗址 到里边就感受了一下去接受了一下党史的教育 里边写起来非常详细的一个党史的一些南昌起义到遵义会议的那些公军的一些那个历程啊 我觉得说一下那个感官啊 其实一天接触的那个当地人本地人也不多啊 就是酒店跟那个旅游景区包括那个网约车司机啊 其实感觉这个地方那个人还是非常的那个热情 然后而且服务意识特别好 因为接触这三个行三个那个三几个几个几个人啊 都是这个服务行业的 所以说一下酒店 酒店他那个人呢 首先那个我觉得他那个特别自然啊 就跟你人与人之间关系特别近 不像那个不像大城市他可能服务特别的那种规范啊 每句话你怎么说就是就比较板 他这个就是你觉得人与人之间他很近的那种感觉 跟你打招呼点头啊 然后你到那个房间以后他给你打一电话 哎你看那个房间还满满意不满意的话 给你调犯啊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 这个他这样的做法觉得还是让人很舒服的啊 包括我们去吃饭 其实我回来从那个会址回来的话 然后就那个想在酒店里面吃饭 然后他说呢 我就问他那个酒店打个招呼吗 他说那咱们楼上饭怎么样啊 他说楼上饭不错 然后你是在这吃的话 我给你打一电话 帮你那个打一折 哎他就打电话 帮你打一折 200块钱打了一个酒值啊 我觉得那个就是你让人觉得就是很舒服啊 虽然钱也没多少 然后但是我觉得挺挺 他这样做的一个错法 我觉得让人挺舒服的 然后那个在景区里边挺挺挺好的感受啊 就是首先那个博物馆就是会是这个 连会是带他那个后面的博物馆 展览馆就是首先它应该是全世界应该就是一流的 我觉得这从境界设施到那个展示的那个那个方式手段啊 就是绝对就是全国绝对是一流的 呃里边的服务人员包括一些那个安保啊 就是也是非常那个好的 就是我们其实去的时候已经挺晚的 到晚上了 已经人家清场了 然后旅游团啊什么的就开始就已经往外清了 其实我们那开始要想那个门口就让那个巨幅那个雕像 那些那个红军那些长城领导人那些雕像去跟他那个拍照 开始就刚进来的时候人还挺多的嘛 后来我们出来回来出去的时候再去照一下 结果就出来感觉人清场了 不让不让过去 就是已经都封出来了 后来我就跟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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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说 我们就在里边照照相来 他就一把一把手就点个头就进去 我们就进去照相 到那大厅就去照相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它是比较人性的一个做法 就是我们照相的时候那个有一个老杰大姐都已经在后面已经在那个 在蹲地在擦那个腰像的能在做卫生了 就是他发现突然又来了两个人 然后他跟我我们跟他对视一下 他就点一个头 然后他就马上就推到一边去了 我就叫照相 我们什么话也没说 一起话也没说 来说说大家您靠边一下 我说我们想照相 没说他就来看到 就闪回了 这个也让人特别舒服啊 就是好像都很多有这种默契 他们对服务意识真的已经真的到位了 所以这个尊业的地方 包括那个网约车司机的两家 他第一个可能就是酒 白酒啊 这些地方第一产业 就是白酒在这种大厅 还得太高了 占比率非常好非常大 然后就是那个旅游行业 可能就是这种红色旅游啊 然后就是他这些周边的旅游资源 可能就是很多人就是从这里面能够挣到钱了吧 所以就是他们对这个旅游的服务意识 还是我觉得还是挺高的非常高的 我觉得那个贵州人 其实尊业这边的人 他其实也挺自信的 就是他这边那个网约车司机 说他们的有时候GDP有几天 就是比那个贵阳要高的 在街面上走的时候啊 其实还是感觉这个尊业这边 那个尊业这边的人的流量是特别大 我觉得可能比那个贵阳还要大 因为可能我们贵阳的地方住的 可能不是最热到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全国有哪些城市的人流量 那个北京那边还大的或者差不多的 其实很少 其实真的是不多啊 除了那么深圳上海 其他那个二线城市三线城市 它有这么高的人的这个车行车的流量 人车的流量啊 我这是非常非常特别厉害的 我觉得他比那个那个感觉 比那个贵阳的那个人多 我们刚到一个服务区啊 应该也是一个乌江的服务区 我们已经第二次来这个乌江县的服务区啊 虽然跟那个 昨天那个不是一个高速啊 我突然在这想起了一个事 在那个尊业那儿那个酒店里边 看一个广告啊 就是他写的是茅台 不是炒的是喝的啊 然后在这什么住店 那个吃饭用餐消费的 然后可以1499买那个茅台 有是那种能够抽奖的吧 然后就是你抽中了以后 然后还得在那喝 你带走是甭想的啊 就是因为那个知道茅台那个外边 那个价格应该是在三千吧 两千吧三千多块钱吧 人家说那个就是当时就是 这边那个炒那个茅台那个黄牛太多了啊 尤其那个到之前那个尊业那个啊 之前那个茅台镇那个大酒店住宿 然后就能一千四百九十九买两瓶那个吧 好像那个之前你在那一住 然后人家就黄牛直接就两千多 就直接就收走了 所以那个那个那个地方 就成了那个炒茅台的一个集餐地了 所以现在这边尊业这边你也 用一千四百九十九你可能能买到 但是你都在那喝了啊 喝完了人家瓶盖就收走了 所以就是你想想买的便宜带走 没戏了 我们在那个前东南的那个黄平 黄平吧 黄平那个服务区 在这儿然后修整一下啊 这边终于有有那个中石化加油站了 中国实话啊 这一路一百一百多公里 然后因为可能高速是新修的 就没有没有油 我们出来其实那个油就剩了小 三分之一多一点 然后现在那个油箱刚才已经都已经都报警了 然后我们终于在那个报警 又开了十多公里 然后找到这个加油站了 找到这个终于有这个加油站这个服务区 嗯